有爱无爱 今年的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于中心新村举办 县长林明珍与立委马文君 及许多贵宾共同宣示 推动生权公约 拼凑象征公平参与 集会军等 权益保障的人权拼图 县长林明珍表示 对于身杖者的生活需求 县府一定全力协助 并希望身心障碍朋友 能走出户外 积极参与社会 县政府对我们南陀县 目前有三万四千一百九十一位 这个残障者 我们县政府都非常的照顾 都细心的来 来需要各位 需要县政府帮忙的地方 我们都会尽全力的来协助 尤其大家都知道 但身心障碍 在过去 我们搭公车 补助兼会是三百块 那么现在呢 我当县长之后 把它提高为一千块 所以大家 在这策方面 就省下了不少的钱 非常的 能够为 我们身心障碍者 来服务 这是我们县政府的一个荣耀 因为我们这种团体 就是要靠社会 要有爱心来协助 各位 如果将来你们在各方面的需求 需要县政府协制的话 我们都会尽全力的来帮忙 非常感谢 立委马文君表示 县府十分重视身心障碍朋友的福利 虽然财政解决 今年仍积极结合民间资源 推出各项福利项目 以照顾更多身心障碍朋友 期待更多社会资源共同投入 其实我们担当官是一个善官 我们的财政非常困难 不过 任官邸就有什么 他却对我们的社会福利 还有很多很多对着历史的团队 其实他都成为我们的益胜 当然 可能还有很多不高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 透过中央做一个好的缺乏 担除更多的主缺 来跟我们管政府来跟林管长 来跟他们倒三天 现场除了有爱心云友会 另外还表扬经用身心障碍者 旗游机关 以及公益彩券优良从业人员 主办单位县府社会处表示 县府机器推出 各项伸张服务打造无常的社会 并针对伸张朋友的不同需求 进行规划 让伸张朋友从精神 及生活之力的面向 多方发展